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壁画 我们去寻找今天的主角 白淳路 但就在途中 我们遇见了高原之王 雪豹 现在那个白淳路的地方还没到 但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看雪豹的地方 雪豹就在那里 这个雪豹已经老了 没有牙了 然后它们是专门救助了这只雪豹 因为这个雪豹老了以后 它就不能有生存能力了嘛 在外面也补不到石了 所以现在只能是让咱们人类来帮助它 19岁的母雪豹已经是超高年龄的状态 饲养员对我们说 曾经雪豹逃出去一次 但由于牙齿已经脱落 并且各项身体机能减弱 早已失去野外生存的能力 所以再次把它带回来 由专门的野生动物保护人员饲养 它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再从野外去生存了 所以只能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野生动物出没区了 然后我看看能不能发现那个白纯路 我们现在开着开车停了下来 看见路上有这样的印子 这就是那个白纯路踩下来的那个脚印 现在他们在拿望眼镜看 但是能看见吗 反正现在这个角度用肉眼是看不见的 这个路是还没有铺装好的一条道路 估计在未来大家再来的时候 这里就变成景区了 应该不让汽车随随便便的开进来 这个看不到 这个看不到 哦在最上面 我刚才呢已经看到这个白纯路了 不过在那个山顶 就是在那个很高很高的那个山顶上 那个窝那里 我想一会儿等着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拿无人机飞上去 给大家拍一下 看看真正的白纯路长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接着往前走 刚才这些地方我想飞无人机给大家 但是太远了 而且上面的风很大 飞不过去了 现在当地的藏民 我们带着往这 继续往这边 刚才站在那个山顶 然后准备往那边走开始 在哪里 在那里 在那是吧 在石渠的这几天 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彩白军的嘎玛德基 把青春奉献在这儿的清美拉木 当然还有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和历史文化 关于这些 你去看之前的Vlog吧 怎么说石渠呢 有些乡村僻壤的路虽然很烂 但里面的人心和万物很纯净